其實在八年前,九年前,我們就生產了醋 這些醋都要乘量的 就是你做了醋,其實做醋是不長時間 但是你做了醋之後,你要放在缸裡面 讓它慢慢的收成 而你看到這些,它為什麼用缸? 因為缸它有一個洞頭,它能夠複吸 所以你看到外面這些都是它的醋酸菌 它都會生在它的缸的旁邊 所以到我們要用的時候,我們才會把它洗乾淨 然後我們要缸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些是很針對的 第一次認識了喝醋之後呢 它說服了我 它說到醋有多麼的好,多麼的好 其實剛開始我是拒絕它的 我是說如果醋真的這麼好,一生都要關門的 然後我就走了,掉頭就走,很不客氣的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我在網上去找資料 其實不單止日本人,韓國人都在賣醋 或者是台灣人都在喝醋 或者現在美國人和Apple Sider,澳洲人也在喝醋 甚至你可以去找到一大利醋 有20年的醋,他們都在賣 所以我就想,這麼多不同品種的人都在喝醋講的是什麼? 就是酸性理智,怎樣轉移成鹼性理智 這個是醋的酸菌,就是醋的mother 他們講mother它的酵母菌 就是如果你養了一鍋好的醋的話 它會在醋的最頂端生一片薄薄的 剛開始好像發霉這樣白色的透明的 然後慢慢變透明,然後越來越厚,越來越厚 如果你不碰它的話,它可以生得很厚 你看到這個醋生菌是一片片的嗎? 其實這個就是生長在最上面 當你搖它的時候,它就掉下去 然後沒多久,它又再生一片 這個不是蘿蔔 很多人來買我的醋的時候,我介紹它看 我說這個不是蘿蔔 我說這個不是蘿蔔,這個就是那個醋生菌來的 其實我們養菌種的話,在空氣中 我就培養了我的菌種在這裡 就是我在這個環境裡面,我的江青的菌種 還有我的醋的菌種,就環繞在我整個空氣裡面 所以你要把你這個圍牆,無形的圍牆建立起來 就是剛開始你在做的時候,你是很難做的 那你做成功了之後,它的菌種就會在你的空氣中 因為我真的不放我的醋酸菌下去 它這個空氣裡面就已經有醋酸菌了 新加坡是最容易發酵的國家 因為我們的溫度是30到35度 第二是我們的濕度 因為我們長年都在雨天 就是你幾時不然就下一場雨了 所以我們的空氣中都很多水分 水分會導致你的菌種生長更快 那如果你比如說剛才說在北京的話 在某一些階段,它們吹來的風是乾風的 所以我們人站在外面 如果你不塗上一個油去保護你的皮膚的話 你的皮膚都會裂開 所以它的空氣是乾風的話 就不可能有細菌能夠生長在裡面 生長細菌它需要一個空氣跟水 空氣跟水是導致那個細菌能夠延伸下去 最基本的要求 水分會兒